这些人是何时死去 回刺士大人 卑职率五座详艳死者尸身 皮肤骨骼尚有弹性 面部肌肉有些微负担 但腐坏程度并不严重 而今天气炎热 尸体入土十五日后 必然腐坏背心 而这些尸身却基本保存完后 因此可以肯定 是死于十日之内 尸体是从何而来 所有死者都是被人杀死后 掩埋在河道两侧的山上 今日土层泵裂 以致尸身滚落河滩 也就是说 这里不是第一现场 大人说的对极了 那么死者是些什么人 又是怎么死的 死者胸前有几处伤害 被之用验尸刀切开验看发现 伤口内部肌肉为掠胶红装 可以确定死者为羽剑射杀身体 至于死者的身份 则很难断定 三百多只尸体 都是被羽剑射死的 回答人 有的被羽剑射死 有的是被锐气砍死 还有很多是烈火焚烧致死 听你所说 这完全是一场屠杀呀 卑职也这样看 可众所周知 宁州十几年来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此时代 卑职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三百余人惨遭杀害 这是多大的事情 城中的各里各方 怎么可能没有缺失人口的报告 甚至连一点点动静都没有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不要说死去三百人 就是死了三个人 也一定会惊动官府 这可真是奇在怪也 难道这些尸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圣上西巡第一站 便要铸壁宁州 而今 据圣驾临幸不够五日 却偏偏出现了这种无头巨案 一旦尚达天厅 影响了行载铸壁大事 那可是天大的罪过 此时大人 这种事情要藏是藏不住的 一定要尽快破案 说得轻巧 连案件是怎么回事还没有弄清 一个苦主都没有怎么破案 大人 围巾之计 只有尽快将此事禀明 负责圣上刑驾安全的展护卫 请他拿个主意 阵护卫昨日前往定远线巡查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呀 这可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 我看这样 近起河崖潦水 查遍全城的各个崖门 你看看有没有哪家缺失人口 全会报案 没知立刻就办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